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两天我听到中国的内地有很严重的沙尘暴现象 这个不仅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特别对孩子影响非常大 那就是哮喘 正好最近在法国呼吸内科协会上面 有几个医生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 他们最主要的是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女性在怀孕期间的行为 这个行为包括环境的行为 也有服药的行为 这类行为是否可以降低未出生孩子患哮喘病的机会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在七岁或者八岁以前有哮喘病的风险 会不会有所下降 这个是至今为止我见到的最完整的 也是一个基于临床数据而得出来的一些建议 那么第一步我们先要看看 孩子患哮喘到底有哪些风险因素 第一步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要规避这些风险因素 第一步就是父母亲如果患有哮喘的 特别是母亲患有哮喘的 孩子患哮喘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这个是不是基因引起的 或者说由于和父母亲的同一个环境里面 环境引起的无法确定 但是这个肯定是增加了孩子风险 这个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风险来的 接下去一个风险就是吸烟的风险 母亲吸烟 哪怕母亲吸的二手烟 也就是说父亲也吸烟 造成了这个环境的影响 也大大的增加了哮喘的风险 这两个是重要因素来的 其他孩子患哮喘的次要因素 包括母亲体重过高 母亲长期使用抗生素 母亲在怀孕期间压力过大 这些都对于孩子患哮喘有负面的影响 然后孩子出生之后 如果孩子特别在一岁之前 感染了严重呼吸道荷包病毒的 那么这类孩子也有可能有增加哮喘的风险 如果家庭的环境湿度带大 霉菌滋生 我是上海人 我小时候我知道有黄霉季节 那个时候墙上就像下雨一样湿乎乎的 很容易滋生霉菌 那现在的居住条件当然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们家里有条件的话 在产后在家里湿度过大的地区 加装一个除湿剂 然后如果放在墙上 发现有着黑色的或者是红色的 霉菌斑点的话 及早处理掉 但是霉菌不能随便处理 如果霉菌处理不得当的话 那个霉菌的包子就会悬浮在空气里面 对孩子反而有害 所以除霉菌 这是一个技术活来的 需要专业人士 或者我建议大家看一看 各地的卫生部门的介绍 然后再清理家里的霉菌 要不然的话对孩子影响反而更大 最后一个就是室外的空气污染 这个不是大家可以控制的 像这次的沙尘暴 但是在家里的话 可以装多一个空气过滤剂 我经常说了就叫做 HEPA空气过滤器 这种才可以非常有效的 降低室内的微小尘埃 这些是风险因素如何控制 接下去一个就是孕妇的 对于哮喘的治疗 刚才我说了父母亲哮喘 给孩子影响最大 所以说现在研究发现 如果说母亲的哮喘 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的话 孩子患哮喘的风险也会降低 我们中国的传统孕妇尽量不要用药 这个是我看到的患者里面 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很多哮喘患者的母亲 他们在怀孕的期间 不但不用药想用一些其他的自然方法去控制哮喘 这种情况下的话 反而让母亲的哮喘严重 当母亲的哮喘情况严重的 血液里面的氧气就会下降 对胎儿是有很大影响的 现在还发现如果母亲的哮喘不好好被控制的话 孩子哮喘几率也会增加 在澳大利亚对179位怀孕22周的女性进行了一项调查 他们发现怀孕期间进行有效的哮喘治疗的话 可以降低4到6岁儿童的哮喘发病几率 这个几率降低25.9%到43.2% 但是这是一个最近的研究 所以不清楚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持续到成年期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孕妇来说的话 如果医生开处方让你好好的治疗哮喘的话 不要因为觉得好像药物对孩子有影响 不肯用药自己盲目的减药 这些反而对孩子没有好处 这个我是想告诉大家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环境里面的尘满 研究也发现防止接触尘满 可以降低婴儿的哮喘风险 加拿大一个研究 545位高危儿童也就是他一级亲属 兄弟姐妹啊或者父母亲啊患有哮喘的 这些在母亲怀孕的前三个月一直到产后一岁 在生活上面进行严格的控制 包括避免成满戒烟或者用母奶喂养 很可惜整个研究调查里面戒烟的行为是最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的 所以整个报告里面对于戒烟无法得出一个正面或者负面的一个报告 但是对于避免成满他们发现一 一岁儿童患哮喘的风险如果在严格控制成满的环境里面 他的患病几率是15% 如果不是的话患病几率是20.2% 而且如果持续控制成满的话 这个效果可以一直持续到2到7岁 在7岁的时候控制主的哮喘的概率是14.9% 而对造主的是23%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降低 那么对于一些保健品 这是我们华人里面有很多人听各种各样的介绍各种报告 很容易相信用保健品来降低孩子们的哮喘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些 第一个是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 对于维生素D有14项研究的汇种 一共有20073例哮喘患者 他们发现如果饮食当中 记住不是让你去吃维生素D的药片 如果饮食当中有充足的维生素D的话 那么孩子患哮喘的风险有所下降 但是他们无法得出如果服用维生素D 可以降低婴儿的哮喘概率 另外一个研究发现维生素A 如果食用过量 记住过量并不是说不要是 过量的意思就是说 比推荐的剂量增加了2.5倍的话 反而有可能增加婴儿的哮喘风险 另外两种 一种是常说的就益生菌 益生菌研究报告也没有发现 对于防止婴儿的哮喘有帮助 但是医生们认为 这些研究相对来说都比较肤浅 如果说有一个大规模的 特别对益生菌的菌种进行分类 然后进行测试 进行一个长期的随访 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很难说 现在阶段是没有发现有所帮助 最后是Omega-3 Omega-3现在的研究 也是发现有可能有所帮助 在一个研究里面发现 736位怀孕24周的妇女 服用Omega-3 他们发现最后跟踪695位儿童 发现补充鱼油的 在三岁的时候 她哮喘风险有所下降 就是说治疗组是16.9% 而对照组是23.7% 相对来说 渐低了30.7%的哮喘的概率 那么是不是说 孕妇大家就去试鱼油 研究里面也同时发现 这些有帮助的是 对于那些本来服用 Omega-3食物少的那些孕妇 对于那些饮食当中 本来已经有比较充足 Omega-3的帮助不大 那么综合上面所述的话 我发现 对于那些保健品来说的话 基本上这些保健品 都在我们的食物当中 都有充足的供应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去过大量的去补充那些保健品 也就是说吃那些保健品药 因为保健品药是一个化学产物来的 所以里面有些其他的物质 是不是对孕妇有影响 很难说 除非你有所缺失 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 我认为孕妇服用保健品 是一个风险来的 最佳的方法 对孕妇来说的话 从这些研究报告里面来看的话 第一 避免风险戒烟保持室内环境的干净 就是保持室内环境的污染源的降低 控制好母亲的哮喘的症状 做完这些的话 其他就是正常的均衡饮食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降低孩子们得哮喘的机会 再三强调 这些只是建议孕妇千万不要单纯的根据一些科普 或者一个博主的一些话 对于自己的治疗进行改变 包括我的 我的这些东西只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或者给大家一些研究报告 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在改变自己用药之前 千万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 最后祝大家都健康 谢谢大家